当太阳光射向地球时 有50%能穿越大气层而被地表吸收 被地表吸收的太阳光会再以红外线的形式被放出 此时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吸收了这些红外线辐射 再放射回地球表面 红外线辐射不断被温室气体拦截的过程中 将太阳光射向地球时 将热量累积在地球上 结果就会让地表的温度升高 就像农业中经常使用温室来维持农作物生长的温度一样 所以称为温室效应 温室的效应 它更像是我们大家习惯的 其实是冬天你盖一层被子 你加一层被子 好比说加二氧化碳 就等于加一层被子 你加了被子有什么效应呢 我们身体放出去的热 会被被子吸收 然后又放回来 有一部分放回来 所以使我们身体感觉要暖和 是这样的 那地球的这个温室气体 其实是一样的 暗号 下跌 是真是 最后这个消息